玩耍的时候应该是兴起来做了一些涂鸦的动作 一整面原本该纯白色的矮墙 现今却成了孩童肆意做化的涂鸦墙 这是公务不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这样展现出来整个很凌乱 目前被涂鸦的区域是地井草坡的一个部分 先名朋友带孩子来玩的时候 也共同来维护公共环境的一个品质 会同县政府人员加强公园内巡逻 耗十五年四肢三点九亿 把荒废二十七年台塘就只将厂赛身打造的屏东县民公园 整支才开放不久就被民众乱化 却不知道涂鸦行为已处罚 涂鸦行为需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 一旦查获将依规定予以采取 一旦被查获涂鸦恐被处以六千元以下划环 呼吁民众定要发挥公德心以免乱化化受罚 大海新闻屏东综合报导 谢谢 Auch friends 他的数据 高月 crust ğim